火事事出發的產生大量濃煙情況危機 轟的一聲巨大聲響美食貪車爆炸 穿出黑色濃煙 緊接著引發熊熊火事 現場人員使用視訊119報案 滅火班人員立刻用滅火器滅火 並且引導現場民眾疏散到安全的地方避難 迎接即將到來的台灣燈會 台北市消防局在主燈區國父紀念館 舉行災害搶救演練 模擬燈會期間可能發生的各種災害 像是燈會展區招人設置爆裂物 燈區設施倒塌 以及防止離泰院踩踏事件發生的 大量傷患搶救演練等 這裡面來講主要是 以大型活動的時候都會碰到的一些情境 這裡面來講包括刑事局 可能有爆裂物的可能發生 這個我們預為因應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這邊的燈會展區裡面的一些燈具等等 有可能它是個臨時建築物做出來的 它的穩固性等等 也有可能因為很多民眾上去參訪的時候 會有重量過重的問題 那當然這些事前設計師已經做過一個出估 那它有可能發生的情境 所以我們這裡面來講挑這幾個 另外一個就是 登區裡面的展區 可能電力因素等等會有燃燒的現象 這個是我們幾個比較重視的 那其實基本上來講在這個活動 我們擔心的是大型人流的群聚的時候 發生民眾推擠 或沒有按照順序循序的參訪 那再加上有一些是 這個像各位可以看到旁邊 有一些花園公園裡面 有一些池子旁邊 它有一些路徑上面有高低起伏 容易受傷 所以我們依照這些情境 設定這些演習的項目 目前來講的話 除了這個個產區場點裡面 它已經預估出來 有一些譬如道路比較狹小 它高低起伏比較嚴重的 除了可以採用工法 譬如我們在上面用木棧板進行處理 或者是說我們沒辦法處理 我們需要進行人流的管理 管制等等 那各個燈區分配在 各個局處工作人員裡面 已經有分配 實際上整個人員 各個燈區裡面都有 我們工作人員 還有一些志工都會帶到現場 演練項目包括爆裂物處置演練 自助互助脫困 破壞救助演練 大量傷病患演練 建築支撐破壞及 審索救援演練 高空作業車神提救援 和火災搶救演練等 消防局表示 公司總共動員各救災單位及燈會工作人員約20名 消防局警衣燒人員約200名 各式救災救護車輛19部參與演習 目前10點上市的 10次消防局吊帶的雲金車已經警察現場 但是由於現場的火勢煮 雲金車不敢暴然的射程 必然造成感火的警星 因此可以看到雲金車 提供高觀眾進行真實查作業 各位在關級來賓 舞台區的右腳棒可以看到 目前消防同仁 使用中間體驗地獎 救援入二樓的民眾準備救出 而同時間 舞台區的右腳棒可以看到 一樓的消防人員 已經完整的前捲門的落壞作業 準備入市救 我們今天這個演練 主要是針對台北燈會 準備要開燈藍眼做的前期準備 我們知道這個燈會離開台北 由這個來講已經有23年了 市府對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視 所以對裡面的安全維護等等 其實很早以前就籌備 今天早上在市政會議的時候 針對這一些相關的處置作為 有進行討論 也有一些的強化 那裡面包括我們現場的安全維護 等等以及疫情 交通管理管制等等 這裡面來講在早上 都有相關的討論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全力將相關的維護工作做好 那在這個地方 感謝所有同仁參演單位 在這裡面來講 這個有一段長時間的 要待命或者在現場 需要來執勤 那我們希望這個演練 讓我們驗證一下 到時候我們需要再做哪一些的強化 還有讓同仁熟悉整個應變的流程 以及所有需要做到的動作等等的 那在這個地方 各位非常辛苦 在這個地方感謝大家的參與 那因為新春節快到了 在這個地方也祝今天所有到場的人員 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也希望新春期間 合家平安 平平安安 將近50分鐘的演練過程相當逼真 消防局希望透過演練 加強民眾的防災應變能力 讓各單位做好救災準備 在燈會期間守護民眾 安心賞燈過節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我們今天到